在学密文件曝光,贝加尔湖深处,惊现奇异人形生物,其力量绝不是地球所有,它们到底是什么? 是贝加尔湖底的原住民,还是来自地外文明的入侵者? 出现在贝加尔湖中,又究竟带着怎样的目的? 点个关注,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前苏联海军的水下奇遇 俄罗斯的贝加尔湖,位于东西玻利亚南部,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深邃的湖泊 湖水量包含了世界上近四分之一的内陆淡水 经科学家测量,贝加尔湖一些地方的深度已经超过了1600米 中年寒冷的领域上有着无数独特的动植物,很多物种都是其他地方找不到的 科学家们推测,这个巨大的盆湖地是2500万年前形成的一个古老的裂谷 一直以来,贝加尔湖都是众多无法用科学解释的奇异现象发源地 当地人表示,在俄罗斯这个偏远地区,常有诡异的UFO遭遇事件发生 甚至有人认为,风景如画的湖水下面,潜伏着一个外星文明的秘密基地 因为1982年,苏联在进行一次常规军事潜水训练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怪事 当时苏联海军的7名潜水员正在贝加尔湖中进行潜水训练 当时他们下潜到50米左右的深度,准备进行一些常规项目时 潜水员们突然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一群奇怪的人形生物在游动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人们慢慢靠近这群生物 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些生物高达3米左右 在高压的湖水深处并没有配备任何现代化的设备 只是穿着紧身的金属外衣,还戴着奇怪的头盔 将头部完全遮挡住 很明显这些生物并不是人类 那它们究竟是什么 正当士兵们思考着这个问题时 那些人形生物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突然向深处游去,很快就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当中 由于不清楚这些生物究竟是敌是友 潜伏在湖中又到底有着怎样的意图 所以七位潜水员只能先行返回水面 此次经历让士兵们都感到十分恐惧 然而,指挥官却对此十分重视 因为当时正处于美苏争霸的关键时刻 如果真的在湖底发现外星文明 那苏联将占据很大的优势 贝加尔湖惊现奇异人形生物 其力量绝非地球所有 它们究竟是什么 于是,指挥官命令这七名潜水员带好装备 再次潜入湖中 捕捉一个活体的不明生物 士兵们虽然感到十分恐惧 但也不敢违抗军令 于是,再次进入冰冷刺骨的湖中 开始难以忍受的下降 让士兵们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此次行动遭到了人形生物的反击 一股强大的水压向士兵们袭来 迅速将它们推向了水面 要知道,从极端深度的水域向上弹射 如果没有控制好速度和时间 极有可能会对人体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导致通常被称为潜水病的症状发生 七名潜水员中有三人受伤情况较为严重 已经失去了知觉 而其余人员则需要立即转移到减压舱 虽然军方立即将他们送到了医院 但可惜的是,这里只有一个减压舱 每次最多两人一起使用 出于对死亡的恐惧 受伤相对较轻的四人一同进入了减压舱 结果可想而知 治疗的效果并不理想 由于指挥官仓促的决定 导致三名士兵丧生 而在此次事件中幸存下来的人们 也落下了终身瘫痪残疾的病根 或许有很多朋友认为 这只是个故事或是谣言 根本就不可信 然而2009年7月 俄罗斯官方公布了一则 曾被列为机密文件的科格勃解密文件 其中不光对这件事有着详细记载 还有很多事件证明着 不明飞行物确实存在 1961年正知美苏冷战的高峰时期 苏联为了在与美国的竞争中 处于有利地位 研制出了苏联海军的第一艘核潜艇 627型攻击核潜艇 不过当时美国一方并不知道这个秘密 一天苏联海军正驾驶着这艘核潜艇 在波罗的海执行任务 弹舱内携带了四枚核弹头 其威力可以说是毁灭性的 这时潜艇上的声纳系统 突然检测出六个不明物体 他们呈三角形编队 急速向潜艇靠近 由于不知道这些物体有着怎样的目的 于是指挥官立即下令 减慢潜进速度 并全员做好战斗准备 苏联爆出绝密文件 证实外星文明确实存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接着往下说 让人没想到的是 前方六个不明物体 也减缓了行进速度 难道潜艇的行踪 已经被他们发现 想到这一点 指挥官与船员们商讨过后 决定立即浮出水面 而让人们感到惊讶的是 在潜艇上浮之后 那六个不明物体 也紧跟着急速上浮 来到了海面上 更加奇怪的是 不明物体到达海面之后 并没有停留 而是直接向空中飞去 不一会儿 就消失在了人们面前 别说是在20世纪60年代 就是在现如今 能够进行深海潜水 与空中航行无缝衔接的载具 也没有出现 而苏联的秘密武器 核潜艇 因为不明飞行物的突然出现 暴露在了一直监视着 他们的美军面前 这或许 间接改变了美苏 在军备竞赛上的格局 关于深海中 那些不明物体究竟是什么 科学家一直没能找出 确切的答案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在2009年 发布了从国际空间站 拍摄的一组贝加尔胡照片 一些人认为 从照片中 显示了从水中 冒出来的不明生物 冬年4月 贝加尔胡再次登上了 全世界的头条新闻 一位国际空间站中的宇航员 拍到了贝加尔胡上的 两个圆形切割线 两者似乎都是由某种东西 在厚厚的冰层之下 上升所创造的 有人认为 这就是太空船 从湖底冒出来的证据 2016年 前俄罗斯总理 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 在世界经济论坛上 发表了一则 让人感到震惊的声明 他对世界错误理解 外星游客的真相感到遗憾 因为他认为 外星人早已生活在人类中间 他还大胆对美国发出警告 如果他们拒绝提供这一重要信息 那么俄罗斯自己将会这样做 或许在美国全面公开相关文件后 那些不明飞行物事件的真相 就能够呈现在人们面前 几十年来 贝加尔胡一直是 众多无法用科学解释的 不明飞行物活动的所在地 那么你是否相信 外星文明已经在贝加尔胡 建造了水下基地